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将专业投入智慧的心情 传播天下本一家的和谐理念 广纳关怀与温情 能使家庭 社会 国家 在一片祥和之中 达到天下一家亲的真实意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台南市议会议长 赖美会赖议长 赖议长你好 雅琪师姐 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 赖美会 赖议长真的很高兴 您说在台南现在都可以看到 我们微信电视台的节目了 没有错 是 所以平常有空的时候 你也会看一下 对 尤其是我们师父的天下 师父的 一天讲座 就微信天下 是真的 也是相当热门 很多人在看的 因为心很重要 我们知道就是说一般 任何一件人事物 其实所谈的就是心很重要 尤其是对待融入 像您在我们的政坛有25年的时间 这是像《易经》一样 万变不离其宗 也就是说对待融入 它的需求就是如此 对 没有错 其实什么事情都是 您要本着初衷 难道您有你的思维理念 本着初衷始终如一的坚持 这样子的话 应该一样的 我一直常这么说 政治的工作 虽然是一个公众人物 可以来监督市政府的市政执行面 但是不是来用来骂人 也不是来耍特权 没错 是来怎么将政府既定的政策 将这些资源引进来地方 带给我们的百姓民众地方能够改变的更好 带给民众应有得到的权益 为他们主张 让他们能够接受到政府的这些资源 对他们的照顾 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工作者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作 虽然政治有时候就诚如 我们刚刚也会提到 在我们的生活面向上 就有很多的 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思维 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那会有很多的争议 可是你只要不离这一个 你刚刚讲的那个根本 你把它带进来 把它融入 那就会相安无事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这 大智慧大无席外 细无其内的意境的生活里面 万变就是不离其中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对待 要融入 称如我们议长 本身在土生土长的地方 已经有 在政坛已经有25年的时间 一直没有忘本 您刚刚也一直在赞叹 我们维新圣教 学员弟子 就是师父的弟子 林宝章林总裁 他有时候回到 回去到后面 后面的这个地方 还会不能忘本的 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人家 他还是会有一些 不失关怀 对 其实我从宝章总裁 他的言论 包括他对待事物的一个看法 他时常 有我们曾经一起去用过餐 然后呢 他会跟我们的店家 有些人会说 你就要给他算个小 对不对 他不会这么说 是 你应该算的 你算没关系 如果要来真的要对待一个我们好的一个跟他捧场 不是要来得到他的优惠 是的 是要他能够得到他真的成本 要让他有一点赚头 没错 他曾经这么跟我们互动 是的 讲过 而且呢 他也会回到了地方 然后听到我们地方有一些比较弱势的 需要关怀的一些相亲 他会交代他的秘书 然后就费了款 请我们来帮助他 来做这一个布施 所以我非常的感念 他这一份的善心善等 然后他会 会跟我们分享 师父的这一份的理念 然后他是遵循的师父 为了国家 整个的国态名栏 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红华上 应该是怎么样 让社会的民心 大家是没有那个贪嗔痴 这一个理念 所以 非常的 感恩 我可以跟医长报告 我们的林宝章 林总裁 他在我们的台中道场学习疫经 从来没有学习过 而且相当的投入 他的角色扮演得很好 我是老板的时候 我是老板 我要为大众服务的时候 他是一个大善人 我要来学习疫经 我就做好我学生的角色 但是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不忘本 就像我们的议长一样 您在后壁这地方 台南县服务这么多的 我们的大众乡民 市民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你一直也都没有忘本 因为你也一直在推动社区营造 到底这社区在推动哪些营造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所谓的社区营造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属于乡村农业形态 其实农业形态里边 缺少的很多生活机能的资源 就像没有电影医院 没有一些我们的娱乐场所 还有我们桌边的生活 大家你看 平常就是早出晚归 就是在农地里 那怎么辅导一些我们的社区的民众 不管是长者 还是我们的妈妈们 还是我们一些青少年朋友 因为我们地方也有一些社团 像我们有宋钢丁 庙会的宋钢丁 非常棒的 对不对 还有妈妈教室 就是平常办个讲座 让他们知道一些外面的资讯 像家庭的管理亲子的关系 还是一些料理烹饰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妈妈教室 然后也要来点娱乐 一些些些土风舞 孕吏超 强生嘛 健康 对 然后我们长辈也需要来关怀 然后有时候就像逢年过节 九九重养 还是一些父亲节 母亲节 这个就让社区 能够有一点 精神伦理上的 一个互动 联谊 然后在孩子们都外出的当下 这个区像一家 大家庭 彼此之间联谊 互动 关怀 这是一种社区营造 当然我讲的这个部分是社团佛 那还有的呢 就是社区的环境 就像现在我们的环保义工 也非常非常的投入 跟认真 一些居住的长者 他们会固定的时间 一起来为居住在这个社区的环境 种花 植草 然后把环境整理的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 你是大家一起来吗 是 太好了 所以在这种的氛围之下 你看这个社区里边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没错 然后大家不分你我 只要把时间许可之下 是 就投入大家一点点的时间 是 做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关怀 是 把环境整理好 是 然后当然政府呢 也有一些的资源在鼓励 让这个社区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社团活动 还是这种环保的一个居住环境 是 的改善 是 都有投入一些议算 经费 还有一些那个办法 是 所以我们当民意代表的 就要来帮他们组这个队伍 是 还是组这一些社团 是 然后呢来推动他们应该要做的这个工作 是 能够政府给你经费 你也要做到达到他的目标 是 是 所以我们要在背后呢 就去辅导 辅导 努力 然后就 常去参与他们的活动 没错 让他们更加有劲 是 是 这个背后呢 我相信呢 有存在的价值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关怀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每天都毕业出来都没出去 是 在家里又不出门 然后呢 就等着等着 赶快要谁回来谁回来 不出门 但是活着就要动 所以这样的整个活动呢 让他们可以参与啦 打扫也好 或者是社团也好 我相信对他们整个 这个心理跟生理 还有身体的健康 其实是帮助很大的 对 整个都活络起来了 没有错 像我们台南县在过去的时候 在台南县我们就是社区关怀中心 现在几乎就是政府就要推长照 唐照中心一样 现在社区关怀中心一个据点 这是一个据点 就是自己的部落里边的村里 然后我们有培养一些志工 然后每天呢就在社区里边 来为一些长者来量个血压 让他的身体状况 能够自己知道 他自己知道也就很安心 然后呢可以来 我们一起来泡泡茶 然后可以有卡拉OK 你也可以来这边唱唱歌 然后做运动 有运动器材 可以来做运动 这是我们在 现在台南市 我们有做的这一种的社区营造里边的一个 社区关怀据点 太棒了 我看过一个文献报导 说唱歌其实是可以长寿的 这是非常棒的 老大人不在说好听 有唱歌就好 感觉心情快乐就是长寿的根本 我说我们这老大人这么不简单 有时候你觉得他们是 不用看他们母亲的理 是呀 都记起来 他们都会这样压害 都唱歌人人伤口 太厉害 太厉害 很厉害 值得鼓励 值得鼓励 非常棒 不过也还有一点 我想 我这个名词我没听过 是因为我要访问我们的议长 我才去看 什么叫做吴米勒 为什么叫做吴米勒 我起先以为他是一包米 那请你来介绍一下吧 好 吴米勒呢 是现在我们货币区 台南市货币区的代名 其实这是在十几年前 我们地方拍了一部纪录片 是 叫做吴米勒 所谓的吴米勒的原有是我们的昆宾碑 就是一群老农夫 我们农民嘛 是 代表的一个新生 是 然后这个主角 是吴米勒 这是没有局本的 因为是纪录片 是是是 是吴米勒 吴米勒 还有一个红鸣碑 还有文言津 四位 是 就是都是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 是 然后记录了他们平常 乌龙的一些生活点滴 是 然后为什么叫吴米勒 乌米怎么会快乐 是啊 乌米就是欢乐 当然啊 但是这就是哲理了 好好 乌米也是要快乐 是 因为乌龙是看天吃饭 有点 因为你天气有可能 要跟他做到要修行 放胎来 是是 结果 我那一季就要修行 泡汤了 有点 啊 你要怎么 你在那里哭吗 还是在那里哀声乱气吗 天灾啊 没有 是 农民你看 都有哲理 都有智慧 是 昆宾被就说 说无米也快乐 就是 是 你虽然面对天灾 你没有了 没有米也 你也是同样 没有效忍 去顺餐 也要重新给他 赴金 冠金 重新再来 这种就是说 你要保持心情 同样要面对这个条件 勇敢的面对 是 这样 来跟他 带主任 赴金 所以 叫做 无米 落 无米 也快乐 是这个典故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现在在我们的赖议长想要推动的就是说 智慧新农业 这个到底又是在说些什么智慧新农业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推动的目前的方向 目标还有你什么时候要执行 或者是已经在执行了 智慧新农业现在已经在执行中 是是是 智慧新农业是说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过期的农业大家都觉得很传统 是不是用牛在洗 对对啊 是不是都人工在保餐 是啊是是 其实已经都不同 不同 机械化了 但是机械化之后 不只是要这样而已 其实农业也不是传统的 就是我们那里是稻米的专业产区 我们那里是冠军米 是哦 军冰米 好好好 就得到的冠军米 是 然后呢一年之后 一连串 我们区域里边西部地区 过去的冠军米都在东部 因为他们用比较 就是东部好像好山好水啊 时尚米是不是 时尚米的等等 是 但是现在我们后币的地区 包括新农 我们就是台南市 种出来的米啊 嗯嗯 经过我们全国这样子的比赛 我们都是优良 无子米 是是 十大经典毫米 哦是 那就不简单了 都在我们的区域里边 是是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地方的 追紧 五三头水库 哦是 是很干净的水源 是 然后我们的土壤 包括气候 包括我们农业技术 都非常非常的先进 嗯 那我们在不只是农业 就是说不是传统的只有种稻米 是 还是说就是农业很粗重的 这种的粗重的农业 是是 其实农业现在是有精致像 有一些菇类 哦菇类 哦是 还有呢 就是说农业的精致上 也有一些比较高经济作物 嗯哼 的一些生技 像兰花 哦是 好像在台南就很出名了 对没有错 是 现在几乎全球 有每六株的兰花 有可能就是在我们区域里面就 就其中有一株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新智慧农业 新的农人就是鼓励年轻的农业 青年人投入这个农村的传承 对精致的农业来做 然后精致的农业就像说还有一些五毒 嗯哼 我们不敢说有机 是五毒 是是 像有一些契作的黑豆啦毛豆啦 是是 其实现在我们叫做绿精灵 绿精灵对 每次我们去用餐的时候 有时候先来点小菜吧 没错 它就出现了 尤其出口到日本 现在在我们的台南的新市区 有嚼劲又香 对 所以这些的精致农业现在我们的市政府 非常的鼓励 是 希望说这个广大的农业 农田也有传承 是 鼓励一些青年农民朋友 能够返乡 进到这个领域里边 不管是它的产业就是说像咖啡啊 我们东山区的咖啡也非常有名哦 是是是 也是世界品质 在咖啡协会里边认定 是是 都达到那个标准 现在我们台湾人也会越来越种咖啡 也会种咖啡了 没有错 是 那这个农业就是我们刚讲的所谓的精致农业就不只是 只有种田 是 事实上 它把生技的研究 是 带进了农业里边 那鼓励一些青年农子 从小就能够接触 是 农业这个区块 是 不是说 种田 只有是长者 亚迪陶啦 亚迪陶这份的工作 不是这样子 所以在台南市政府 就在我们货币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 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 智慧农业生技研究中心 让成功大学的生技系进驻 来这里做实验研究 是 然后带给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 一些新的资讯 然后技术的辅导 从我们的国小 国中到高中的先生 开始培养 让他们做一些活动 让大家对农业不陌生 是的 然后做一个传承 不然农业也会慢慢的被视为掉 没错 所以正在鼓励 现在都市的小孩 你看他说米在哪里 他大概没有办法想象农人是怎么种出来 怎么让这个稻壳它去掉 然后怎么这个米会上我们的桌 完全不知道 以为妈妈买来就有了 所以除了说从小培养跟成功大学 开始配合之外呢 有没有鼓励年轻人 我们农家子弟回来 做这个精致农业的 有没有这个区培 然后所做的这个农业的工作方法 就比较朝向的新的 比较省工省食的方面 还有包括休闲农业的方向在迈进 所以在这一个方面 目前台南市政府 我们的地区推动得非常好 是是真的非常的棒 因为让年轻人要早一点接触 尤其现在科技发达 精致农业其实是可以来发展的 所以说政府就是致力的来做辅导 像这个辅导跟鼓励这个区块 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想大家对现在的智慧农业 就是我们说的精致农业 应该又有一片天了 所以要不然的话 我看很多年轻人 他们只是回来家里有一块地 就来做一个什么休闲农场 盖个什么休闲的什么屋 再来就是说 自己开个咖啡店 然后也没有人辅导 那各自要花很多的钱去装环 对没有错 各在那个地方太可惜了 是是没错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政府应有的一个责任 是 然后呢就是说年轻人有这份心 我们政府也应该来做一些相关的策略 给他们做个辅导 不管是知事还是实务上的给他们一个资金啊 各外面的机会 是 其实就是在我们赖医长以前的后币这个地方 包括现在就是在台南市区嘛 本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大区块了 现在只是一个转型变成精致化 就是一个智慧的农业了 其实很多人可以进入来参与的 让我们台湾真的是地盡其力其用 都可以的 好好的来发挥一下 我相信这是你在行的 因为你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 没有错 太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听到我们赖医长这些话 我相信让更多的人 你的希望 灯已经点亮了 你要好好的来参与 这就是你把握我们未来 光明的前途就等你了 那谢谢赖医长来接受访问 谢谢感恩祝福你 谢谢 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看天下一家亲 只要我们有心 政府带领我们的这些的民意代表 很虔诚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心声 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了 谢谢 好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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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乐心 起来 好祝福大家 好祝福我们好祝福大家 上天我花和我宗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